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刘东梅 女50岁 辽宁人 辽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 大专经济管理专业 非同寻常 求职场 你争我抢 蜜粮将 莫看才艺乱人眼 属谁英雄日方长 大家好 我是刘东梅 来自东北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今年25公岁 30一年的职场经历 干过行政 搞过政工 今年7月份 自愿放弃高级经济师待遇 提前五年退休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求的一份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的岗位 谢谢大家 来自我们大城市的就是有才华 特别棒 我给你点赞 谢谢 谢谢 大姐的字写得真漂亮 从你的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从你一句话评价自己 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 对 就知道你应该是一个比较文艺的人 对 琴棋说话都会 琴就不会了 因为家里没条件 棋 棋就是军棋 我喜欢玩世国军棋 书 写诗 画 画的话就是各种绘画形式 刚才您提到说 你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 我想把这个给大伙解释 你解释一下 文艺女汉子就是女人中的男人 而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 则是男人中的男人 她不是文能提比安天下的人中能奉 也不是武能马上定乾坤的国之重器 但她一定是能扛事又担当 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 顶天立地的家国纪然 说得这么热闹 生活中怕什么样 就是我这样的 写诗作画 煎炒烹炸 煞斗笔罐 全评党大 唱一首我自己填池编曲的歌 心中牡草无花 神殿无剑无马 双亲之爱 醉牵挂 柔碎肝肝肠离家 此去前路未华 愁须何酒吞下 心思黄连面潇洒 笑傲独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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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特别棒 这词寫得太好了 生活中所学的那些东西呢 它会让你去急一反三 能写诗的人文化底蕴都不低 然后它呢写作能力也很强 这个运用到职场上 我就觉得它跟你的沟通能力啊 组织能力啊 是吧 协调能力啊 跟这些东西 都是你职场生存技能之一 听说您是个段子手啊 哦 东北铁岭出来的人都是段子手 哦 是吗 确实是 那你对我们现场的企业家 点评一下 您的年纪够 没有 都是晚辈 我怕是一个坑啊 这啥呢 是一个坑啊 这是一个好大的坑啊 是啊 就我在家的人说了 说拖累老师是坑掌 坑掌 坑掌 我是坑掌 那肯定知道 我专门挖坑 我咋不打洞呢 我 吐槽完了更好感觉 行 我想说 我想说您等着 有你的 好 好 这个感觉又多 好 这气质好 跟你点赞 杨荣啊 那个 是 我认为啊 才高九斗半 长得也好看 这怎奈略老懒 不给牵红线 哎呀 真好 这个啊 哎呦 真杨荣美的呗 有才有才 然后这个 贺总 有贺总叫贺东东 嗯 他的名字里有两个东 我的名字里有一个东 嗯 这两个东和一个东 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儿 他貌若天仙 嗯 我长得柯掌 嗯 你就上马车里去 段东 一个东 也是一个东 也有一个东 所以柯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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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段 柯掌 柯掌这个 咱们俩约缘就更深了 嗯 姓段的不多 嗯 我爱人也姓段 然后呢 哦 比如说带一个东子 哦 是吧 然后你看 他一段东 把我们两口全酸一块 哎 哎 我是一个牵红线的人 牵红线是吧 李总 随便来没事的 吐槽他 李总爸 特别热情好客 有那么句话说 有棚子远方来 虽远必如 厉害 哎呦 这句话是名的 那个 潮汐老总啊 我得给你 给你正正名了 他们老说你来了不招人 其实我觉得这往往是一个谨慎的态度 就是很多企业家啊 来这儿你说干嘛嘞 你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招人吗 那招人在哪儿都能招 对不对 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你们招人不是目的 你们来招人喜欢才是目的 对吧 从我这儿开始 我希望大家都在西种 别叫他曹总 嗯 因为曹总在我们东北那边吧 他不是好话 你知道吧 这不是说的就是 他就是丑种 说的就是丑种 就是丑种 就是丑种啊 大姐这个我知道 我们内蒙古也这么说 哎 从头上 我就问一下 一二三 你这个丑种 丑种 彤彤 我这个姓和我这个职位 怎么就惹了你们内蒙人了 真的 丑种 大姐 老话真有道理 刘世宇 对 国为的是很厉害的 嗯 您看我是不是儿媳妇的标配 你是高配 我多忘福啊 豪配 未婚吗 还是 没有我是双胞胎孩子的妈妈 哎呀 那您太幸福了 你说现在什么人最有财产啊 那就是孩子做的 俩你炫富啊 你不是是俩妈还是俩俩 双胞胎 双胞胎 两个女孩 那当然好了 房商银行 两个女儿不是照商银行 一个是 两个女儿是广发银行 嗯 我觉得大姐一来坑主坑主可以下台 好好 我们聊我们的快乐也过去了啊 您的才华也展示了 的确只要有东北人在的地方 咱们都能够乐呵呵的啊 但最终咱还得说工作啊 你以前在工作单位上 工作岗位是什么 做人类资源做了12年 然后去内蒙呢 因为我们我们局 在内蒙买了个矿 然后是公司合影的形式 我是人类资源科长 您在人事工作当中 是不是属于那个知心大街型 这个肯定是 就做员工关系做的比较好 对 所以这次您面试的 依然是做人事吗 人事和行政 我是希望就是说 那种一岗多指的 一指多能的 您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一万五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雷 那没文化的人 陈步行 我跟你讲 这个是你在非你莫属上 你这个选择做错的一次 我非常尊重大姐 非常尊敬大姐 因为我们平常也讲 就是讲课什么 也知道您的口才非常好 能力也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公司 没有这个岗位 是我 陈步行 你就是小气 行了 人家没有人 要人事经理干什么 对不对 他们有一间办公室 我看照片了 对 只有一间办公室 没有人 对不起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来 先看视频 带下 跟东美姐聊天 她没有学过任何画画 完全就是 他画得特别棒 48岁开始作品 好有才华 热爱生活的人 这个是给您的 给我的 对 这个是我爱人 他亲笔写的 在哪里存在 就在哪里绽放 对 这个是日本的作家 渡边盒子的一句话 那这些东西呢 这些呢 是我做的 这个小盒子是我花钱买的 上面这个画呢 是我用素纸胶吹的 自己做的小礼品 对 这个是给您的 这是送给我的 对 这是我跟我老婆 是吧 对 然后这个 给库尔特老师的 为什么要给库尔特老师 一个这个呢 因为我每次呢 就是我看你们来 什么手艺人的 就每次都是库尔特老师 三次的 每一次就是您 每一次最高价的时候 那个是三千 然后你三千零二就你了 对 然后我当时你知道 每次我都心疼你 我不是心疼你 我心疼你那个钱 至少十秒钟 我觉得一个人 当你有热爱的时候 他就会发光 包括很多跟企业家的互动 以及诗情才华 这些地方 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没有的 至少在我身上我都没有 我很欣赏他 东梅姐姐到现在 我看你一直在展示 自己的各种才华 但我觉得可能 总感觉有那么一点 习惯 有点宣宾夺主了 对 我觉得 今天是来面试的 但是既然他展现了 这么多才华 本身呢 也确实不减分 因为他的确从事 人事工作二十多年 所以呢 你就全当在工作之外 看到了另外一样 这个大姐的样子 就可以了 你不必感觉有太奇怪 来 我们再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咱们这次冷饭 你们先坐一下 罚工呗 完整给这么抢 就什么能者多劳吗 啊 行 那行 那咱们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咱们下班啊 一会儿去聚个餐 会有网工 你可能取不了了 你手里活那么多是吧 把活干好 OK 总是被公司新老同事 加领导压榨 我到底也该怎么办呢 哎 怎么办呢 接呗 一次接两次接 有在一有在二 没有在三在四 啊 就完事了呗 就跟他说清楚 然后也得告诉他 你这个事 是锻炼你自己呀 不是说你 啊 你今天不干 明天不干 以后我不在这儿 你怎么办 嗯 是吧 然后你 你还推给谁 嗯 你干工作是给你自己干的 你不是给别人干的 就是干的 其实本身是锻炼 是吧 那不是一直干 然后你要告诉他呀 啊 你要不会我可以教你 他要是不听呢 他就懒呢 他就甩给你呢 我比谁都懒 但你看我现在这样 嗯 这个东西慢慢地开到 好 大姐的情商怎么样 极高 嗯 因为我非常喜欢东美姐 整个舞台上 您呈现出五十岁年龄的职场人士 最好的状态 特别绽放 我也很喜欢东美姐姐 但我觉得这个回答 刚刚就凸显出了 东美姐姐的问题 因为其实这个回答 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 你有点个人英雄主义 你不是站在一个 人事经理的位置 去接到这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 你想的是 如果是你的话 你觉得你能干 因为你强 你有能力 所以呢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没有用在你的职位的这个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我的职位的时候 也是这么干的 我认同杨荣的话 不是 那我回问 因为你要做那么多的事 你不可能都做好 人就那么多能力 那么多时间 什么都拿自己做 结果呢 不对 我在我 我最终从基层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干起来 你想在每一块 一个女的能当人类资源科长 她靠的是什么 长得好看吗 就我长得得性 不是 东北回答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 从价值观上来讲 多干一点 对自己有力 是一种成长 第二 她也学会拒绝啊 她前面两次做了 第三次 第四次她拒绝啊 第三 你说压榨 公司 不管是高管 还是普通员工 你的分工有那么明晰吗 压榨是你自己内心 赌贯的感受 首先一点 从员工的角度 大姐回答的没有问题 你不光要去做 而且 你要积极地 去做 但因为您是 今天面试的是 人事 您干了二十多年 所以您应该 从更广的角度上来 谈这个问题 就更完美了 谢谢您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 徐霍林 还有两盏针 直接进入谈前 不上感情 来 两位 来 国伟 来说一下你的岗位 这边给您提供的是 在珠海工作 然后是行政主管 然后一万块钱一个月 包吃包住 还有包飞机票 包飞机票 对 我们这个是试用期的工资 我们试用期三个月之后 看您个人的表现 会转工资 可以 我这边给您的岗位 是我爸到家的培训师 家政服务的培训师 那么基本的工资是八千 还有奖金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的 来 薪金还要谈吗 要谈 邓总 我想至少要加到一万二 可以吗 基本工资达不到这么多 加上奖金有一万二 珠海欢迎您 但是珠海那地方挺美的 我想知道珠海 如果坐飞机到沈阳要多久 有金庭 如果有金庭的话 可能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对 跟长春的距离差不多 东北大姐 是这样啊 其实站在职业的角度也好 或者站在 咱实际的角度来也好 就是首先考虑一下家庭 家庭如果允许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跟你讲 郭伟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好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五八总成 郭伟集团 谢谢再见 您的选择是 郭伟集团 去吧 谢谢 好像有点不太高兴 还有眼泪 没有 怎么没有眼泪吗 我眼瞎 我是怎么说呢 叫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想去 五八同城的 是的 但是突然之间感觉到 国伟也是一个好单位 但是 对 我也是这两天 但从此你可能要走很远 我想着北京会离家近点的到 了解 从此您离家乡 就是五个小时的距离了 五个小时也不顺眼 那您流啥泪呢 没有啊 有一种情感 叫睁着眼睛说瞎话 没关系 好好干 我相信您在哪儿 都会发光发热的 谢谢 好吗 谢谢 再见 我生活中就是工作流血不流泪 喝酒重来不后退 真的是这样 出海我没去过 但是我是真的想 真的想去那个地方看一看 然后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吧 我喜欢的